朋友你好 昨天我们完成了吉姆乃县的旋程 今天我们来到了新疆阿拉泰的福海县 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背后一望无际的湖 背后就是排名在中国前世大的淡水湖 而且面积上在新疆 2 1 走你 2 1 朋友你好 昨天我们完成了吉姆乃县的旋程 今天我们来到了新疆阿拉泰的福海县 而且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背后一望无际的湖 背后就是排名在中国前世大的淡水湖 而且面积上在新疆是第二大 大家知道新疆第一大是伯斯腾 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大湖 这是一个非常风景秀美的湖 同时也是一个物产丰富的湖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体验这段 我们有幸欢迎到了福海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党组成员 副局长谢盈盈 赶上欢迎 欢迎您 老师好 你好你好 最长之前也在这个地方工作过好多年 所以这次他将带着我们在一起游览这个古故 好 大家好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也是觉得非常的荣幸 我们说金山南渡月清秋 大漠长河入海流 我们也是非常幸福 能够在我们离海最远的海 幸福之城福海 与我们亲爱的董老师一行的团队来相见 我们首先我要代表我们福海县的6.5万 我们董老师与会同行一行的粉丝们 感谢董老师的一行能来到我们新疆 来到我的阿勒泰 来到我们福海 真的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更多了解到我们本地的人文风情 所以非常激动也非常感谢 感谢 感谢 接下来您就给我们一路边讲边说 好好好 老师 那我们刚才也看到 您刚才也介绍到了我们周边看到了 后面有非常壮观的亚丹 对 那其实这种亚丹呢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呃老师就想到选到我们魔鬼城 应该是也是有理由的 刚才我们也在讲 这个魔鬼城呢 它有很特别的地方 在我们新疆亚丹非常多 嗯 但是能够临湖而居的亚丹 就少之又少 只有一处了 对 呃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亚丹呢 呃 我们说一半是呃 海水 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仙境 一半是魔鬼 对 他们把这个大一些的湖呢 叫做海子 对对 海边的亚丹 当然这里应该是 就是刚才据老师所说 确实应该是距离我国的海岸线最远的地方 对对对 它比博斯红湖更靠西北 呃对 更靠这个咱们西北边 嗯 所以这严格意义上来说 确实是距海最远的海 对对对 所以我们经常也开玩笑说 我们是来自沿海城市的人 来自海滨的人 哎呀 所以我们的肤色也能看出来 这里比较有特点的这种 呃 海景房 对对 住的也是海景房 看了都是海景吹的海风 那我们看到这个亚丹地貌 其实老师我们说的这个亚丹 在我们这个本地 它是呃 维吾尔语亚丹 亚丹 亚丹 它其实呢就是指的是陡峭的小丘 亚丹指的是峭壁 当指的是谷底 那最终为什么 他能被这个亚丹的名字 为全世界的地理学家所认可呢 最终其实就是因为咱们探险 这个瑞典的探险家斯文赫定 他来到新疆以后 去的是新疆的这个罗布波 在那里他看到了一片像这样的亚丹地貌 所以呢 他就问了当地的西洋岛 这种很奇特的这种 呃绵延有数公里长 这个大概山体有这个十几米高的这种山体 叫什么呢 本地向导就告诉叫亚丹 所以亚丹之名由此而生 那随着他的著作中亚与西藏 中亚与西藏被全世界这个传播开以后 也更多的人就认识到了原来这种地貌 从此以后在世界上 他就叫做亚丹地貌 对 所以我们国家的很多地形地貌啊 或者地理的优势在全世界发现的很知名 说老师刚提到这个 我们以前在直播间还科普过 那个德国那个地理学员李希霍芬嘛 啊啊啊 像我们说的环口高原呀 说这个丝绸之路呀 好多的说法其实就是他做了重要的这些科普 嗯 我看旁边还准备了一个东布拉 对对对 老师这个也是 老师是要给我们弹奏一个吗 哈哈 好 掌声欢迎 好 好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 我的故乡已尝试我的回忆 有此思想惊喜越来越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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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唱的就是从小喜欢唱 我们就家乡这个家乡我们和我都不唱的 是吧 我已经唱到白天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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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乡里头就是 我上古乡的三个月了 我就没有出门 就跟我都断了 我的意思就是我也想了 现在这个地方都 你也想这个地方 好久没有从家里出来了 他也很想念他非常熟悉的生活环境 大自然 因为平时的时候 他其实他很特别 他就是一个跟着羊群后面长大的孩子 从小放羊 他每次我们去交谈的时候 包括他每一个发音 就是我们说鸟的鸣叫声 还有狗的犬吠声 哪怕是这个马的这种叫声 他就说你晚上去听狗在 他虽然在狗吠声 但是他说的是不一样的话 他就从大自然里面来找这种灵感 包括怎么样去驱赶羊群的时候 发出那个声音 他就说就是我们说从丹田发起 怎么发那个声音 就是那种就是碾牛羊的时候 那个 那个是怎么发音 我们就是这个声音 就是我在在北京三家比赛的时候 上海的圣岳老师问我 他说你怎么学的 我说我们生活有关系 他说怎么样生活 我们哈萨克民族就放羊 放牛 放骆驼 放妈妈 嗯 我们呃 放骆驼的时候 他叫 那个牛吗 我们说紧一点地方 好 好 再远 再远 对我 好 好 好 他有回忆了 哈哈哈哈 他这个还有这个传歌的老师 他们教的时候 正常 这个样子 他们 独存 我们羊 叶老师教的是个 羊教的时候 我们就是羊 我们羊教的时候 松松 松松的 这个这个传歌的 还有发扬天赋 你看嘛 赶牛的时候 赶牛的时候 你赶牛的时候 让他下抱 下抱的时候 直接就 直接发声音 很有力量 就这样子 他就 这个抓 他就是 爆发力 非常响亮 伤害的 声音乐老师 他说 这个是真正的方法 他说的 就是 天天 就这样 放羊 放牛 以后 他原意放羊的人 声音好 原意放的 受到不原意干的人 声音不好 所以一定要请老 还是得出来放 就是 什么 什么 什么工作干的话 也是你 原意干的话 你的声音好 你的身体好 你原意个身体干的话 你拿撒动 对 享受工作 你看嘛 鸟 我9岁的时候 鸟失音我学会了 鸟失音学会了 鸟 那个鸟 我小的时候 就9岁 上山了 最后 他天天教了以后 他毕竟用 他那个尾巴 背里 他就那样子 他们也是 那个真正的 你小伙子 一个姑娘 长大了 你该上的 上学上万了 该学的都学完了 你准备要找 一个女朋友了 这个时候 你也是一个 这个样子参观的地方来 这个地方姑娘有没有这样子 最后 他也是鸟也是一样 就是那样子 他们真正的 自己的本丝提高了以后 他们就是前来的地方去 他最后那个攻的 他这个女孩有没有 他就就就就 就送送的这样 就那个样子 有没有女孩 最后那个摸的 他就 我们再来一遍 哈哈哈哈 有善口记者啊 他就我们在这呢 他就去 就我们骗老的姑娘到这里 最后那个姑娘 让他去 那个姑娘让你去 那个姑娘 他就让我去 嗯 最后这个攻的都 去去了以后 比高比赛了 嗯 比赛以后 哪个去的好的话 他挑的女端 看来拿走了 嗯啊 他就那个攻的 高兴的时候 他 大家看他 伸盈着的环虎声 好像 他就转秀啦 któ 咱是胜立不了了 慣散 哈哈哈 差不多 差不多吧 就差不多 老师一多赖 阿拉太 就就退了 就退了 还有其他的叫什么 你看嘛 嗯 一般 你看 恭喜 这个公鸡嘛 恭喜我会 恭喜 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看嘛 他的身影是现在 小工具的身影 小工具 小工具的身影 他尾巴还没长到 这个团的那个 这个团挂的那个东西也没长好 那个时候 那个甲鸡还没有长起来 是这个小鸡蛋吗 小鸡蛋 南山没有他没有准备好 真正的 他真正的长好的那个 呜呜呜呜呜 嗯 他就这样 呜呜呜呜呜 他直接拿过来的一样 哎 声音真的 嗯 你看嘛 鼓 嗯 鼓也是 嗯 你鼓 真上棒的鼓 嗯 他的身影不好 嗯 自然 自然的就是 自然长大的鼓 自然长大的鼓 鼓的身影好 很为啥 他没有暴躁 他没有生气 他不生气 不生气以后 他直接就 他就是那个样子 一个东西拉下以后 直接撩到这个样子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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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这样 哎呀很像啊 哈哈哈 老师太厉害了 老师这身影都有回声啊 哈哈哈 这么空旷地方都有回声 他就是这个 这个 这是 天生生上面都是好多事情 就是人发现的话 都是都有 就很有趣 万物都是生理 现在我们保护 这个保护 这个第一个为啥保护 保护大自然 大自然上面都是 我们 大自然养我们 嗯 你看 你看嘛 你种的东西都 大地母亲 啊 你养的鱼 都养我 我 我们国人就是 他们 你上时候在这都钓过鱼没 我 9岁的时候那个放羊了 那个 在那放羊 那放羊 那放羊 东西 你叫我一下那个鸟叫 嗯 嗯 刚才鸟叫 他那个 他目的那个 我们在这呢 他就 最后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那个公子叫的是 怎么叫 就是 女的在哪里的那个 女的 就是 那个是 麦麦 他他就 是碳形的 他就依赖的时候 他 那个 哎 哈哈哈哈 你叫错了 就是 什么都 你 天天 插的话 可以学到 嗯 你天天玩的话 谁天来 谁天天来 现在好多人 你干工作也是 你 原意干工作的话 你成绩有 原意干干的话 你没有成绩 别勤劳 跟这个一样 老师那你 你跟我们 跟我们再唱一首不 可以可以可以 啊 可以 哈萨哥 哈萨哥一个叫 名字叫 海逆 海逆 海逆姑娘 嗯 海逆姑娘 爱情歌曲 海逆姑娘 海逆姑娘 你是我心中的日夜的思念 迷离无比的纤绿 爱你姑娘 你的爱情将要给谁 你像那温流不息相续 不知你本想哪里 爱你姑娘 我心爱的人 成为你这样冷漠无形 是我四处狼 爱你奥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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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也是我们本地 我们说叫铁林麦 铁林麦的传承人 铁林麦 他是一种传唱的方式 他这个铁林麦 我还问过他 我是啥叫铁林麦 他和阿肯这些有什么区别 他说他其实就跟咱们诗经里面 他教人怎么做人的方式 他叫功勋铁林麦 就是从此以后 再不用参加任何铁林麦比赛 他就是最棒的 就是终身成就获得者 对对对 铁林麦的终身成就 就很厉害 那老师 我们从这就开始要走 我们的叫巡浮之路 行 不是很热 我把外套戳了吧 对我也觉得有点热 铁林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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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走吧 今天天空作美 天气也很好 我们今天在讲 就是连这个 我们头上这片天 都很欢迎董老师来 其实早上的时候 还在挂着风 还飘着细雨 我特别担心 我们这么美的景色 会不会受影响 然后董老师能不能带着大家 见到我们 还这么好的景 所以哎呀 整个前面一说 您这个时间 咱们这个行程 马上到的时候 很热情吗 对 天气很热情 连天气都能感知到 我们迫切的心情 对 那我们走这个战道老师 其实我们这个 亚丹这个行程啊 它是要有这个 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才能行程 就是第一个呢 我们说 它必须是湖泊的底部 曾经是湖泊的底部 对 所以在上亿年前 白厄纪时期 我们这一片 都是一个巨大的湖泊 那所以像甘肃那个 其实张燕那个也是 是吧 张燕那个叫丹霞地貌 还不叫亚丹了 还是有区别 那我们这个呢 它这个 湖泊呢 它是因为地壳的运动以后 两次大的地壳运动 所以呢 它这个陆地上升了 我看这也是一层一层的颜色 对 就像我们说 像圆或者矿物质的 对 是是是 所以呢 这是我们这个形成的 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它就是外力的侵蚀 那我们这个叫名魔鬼城 一会告诉你为啥叫魔鬼城 那它这个外力呢 指的就是有一个 就是风 风的常年的 这个轻蚀 把它切割成了各种的 这种千姿百态 明白 所以在这个风刮过来的时候 飞沙走失 穿到这个谷里 才会有那种比较 我们说像呜呜的那种的声音 好多人说 像是有魔鬼待过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把这样的地方 好多我们把它叫做魔鬼城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名字 那我们在浮海呢 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一个外力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水的侵蚀 其实看到这上的很多沟壑呀 就是常年来雨水的冲刷 才会有这种细细的沟壑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这个亚丹呢 其实在我们这里有千姿百态 一会儿我们在路过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造型 很奇特 这些在你们小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对 小的时候就这样 但是我就 因为我以前在这工作 我刚才给您介绍过 其实我是在工作的时候发现 我们 我们前面 在这工作我发现 每一次就是因为太阳的这个光线 就是我们不同 一天不同的时间来 这里亚丹 你就看它的景观 这个晴天肯定会更好看一些 因为光反射的 那个会更明显一些 其实我个人更喜欢的是 咱们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 或者这样的天气来 就您可以看到那个湖面 它这种颜色 因为在越是阴际 有明暗的交错 对 它是有这个颜色的这种对比的 就是很明显 很好看 但是太阳光比较强烈的时候呢 这个上面它是比较淡的黄色 就会不会这些颜色就感觉没那么丰富 就是天衣的时候 其实这个颜色就更明显 对 因为太阳光太强 把什么人照白了都 对 然后老师 咱们可以看这儿 刚才说千姿百态的 能看到咱们这个山体吗 斜着的 对 我觉得特别像我小时候看到咱们动画漂亮的阿凡提 阿凡提那个脸 是吧 是吧 像阿凡提 对对对 有点像下巴 对 这样下巴这样翘起来的 对 像阿凡提一样 那包括咱这个右手边这个带点斑纹的像一个大蘑菇 这个很像 对 这里像个蘑菇 还有人说正中间那个凸起的那个小山体又像一个小乌龟 趴在那里 充满想象力啊 是是我们就讲的 在这里的其实每次来的时候 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发现的还有很多的游客朋友来到这发现了这么多的景观都会来给我们提建议啊我发现有一个是什么样什么样 但是我后面我也发现其实大家对这个文化的理解或者我们这个和个人性格也有关系 同一个亚丹山体它会有各种的姿态 一会儿我们还有一处也是非常邀请的老师我们也可以一起再看一下 嗯 它是比较奇特的地方 那么像看在左手边这一块呢 我们说就像很多人一起在朝着一个方向在起伏一样 嗯 嗯 它是比较 嗯 其实都是一个一个人 嗯 好多人就讲的是像千佛朝拜 嗯 特别像这样一个景观景 这有点像我们去山西看那个悬速的感觉哈 对 大自然的悬速这个数也是 而且呢我们看到这里这里不光光不仅是有这种亚丹地貌 在这山体上有这么多的小洞 其实是我们这里野生动物的游水 我们这里这个野生动物自己生活的地方 比如说在这个山谷里看到的小洞都是野鸽子的家 鸽子 野鸽子对 就是我们都 哦有鸽你看那有一只小小鸽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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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头上站着 对 它的鸟味就在它的它的鸽子我就在它的旁边 嗯 所以我们这个山体呢 我们讲这个里的亚丹地貌的我们的奇特性 刚才讲到一半是鸡 那这有鹰吗 比如它的天敌这种 哦 您您这是博学天才确实知道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奇特的景观叫群鸽斗老鹰 群鸽斗老鹰 对经常在这个山头 你说鸽鸽鸽吗 哈哈 一群鸽子 不要看它描小 对 人多力量大 就是 就是一个老鹰追着一群鸽子在飞 就是找不到这个鸽子的窝在哪里 就想去吃这个 找这个小鸽子肉啊 嫩啊 但是找不到 所以我们叫群鸽斗老鹰 嗯 那我们这个这片我们刚讲的说 其实不光是有亚丹 这里也有很多的这个野生动植物 嗯 呃 刚才说的仙境呢 因为我们这井林的这片芦苇荡 它是两万亩的芦苇湿地 整个都是我们的乌龙谷湖的国家湿地公园 像洞穴啊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洞穴 其实那边有好多鸽子那个 那个粪便 是吗 对 是 这里的就是野鸽子经常出没的地方 嗯 然后我们在这个除了野鸽子之外 还有270种的真犀鸟类 嗯 都是在这个整个我们这个湖区 所以这也有非常强大的生物链 我刚听说这湖里还有30多种野生的鱼 冷水鱼 冷水鱼 对 所以这里的肉质 这个冷水鱼啊 也是 但现在就是可以给狐狸直接投放鱼 叫人放天养 人放天养 对 那长得也特别慢 对 冷水鱼生长期本身就很缓慢嘛 然后又是自己是大自然养的 但是所以它的肉质非常的紧实 然后特别好吃 对 我昨天在夜市还吃了一条那个鱼呢 肉着很紧 我们还是吃烤的方式 狗鱼 狗鱼 算拌肉 对没错 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这里的冷水鱼 比较有特点的 嗯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些 呃亚丹山体呢 我们再一会再往前看 还有一个比较奇特的 嗯 老师您看到咱这个左手边 这个白色山体 您先记好它这个位置 嗯 一会我们走到呢 就是我刚才告诉你 就是一个山体 我们不同的人看出来有四种形态 啊 很看成那四生风 啊 对是 不过刚才我们大哥刚才在这个刚才在咱们站的号唱了一首爱情歌曲 嗯 那那个爱情歌曲我刚才也其实也一直想讲 哎呀 这个地方真的也很适合 这里头养的什么呀 啊 这里是我们的这个狼园 狼 弄不到我闻到了动物面 对 这里呢 它是因为这里的狼 它是我们呃 有一些是他野生救护的一些狼 嗯 有些是藏在咱们睡觉的 啊 那那有一个 嗯 对对对 有一些是藏到它的这个洞里了 它自己跑的洞 看到 你们拍到了吗 有些是野生动物救护的 所以它在这 卧在这 嗯 但是这个狼啊 其实还是有自己的狼王的 狼王 即使是小的团体 这么 这里头一共有几只 呃 我们这里总共养了有11匹狼 11匹都有狼王 嗯 都有 就是小的距离都会有 明白 嗯 大家还可以往前走 但11匹就一个狼王 对吧 对对 可能再奔成两个队伍了吧 不就只有一匹 就有一个是狼王 就是一般头位的时候 您在中间 哎哎 老师您在中间 哎呀 别别别 您在中间 别客气 在中间 中间我就紧张了 这样这样 我看狼子能方便 好的好的 对不起 早点 这个狼现在 你看它 在挖洞的这个狼 你看 哦对 它是跑洞的 我以前的时候 不来这工作 我还不知道 狼也是个刨洞高手 所有这些洞都它刨的 天热的时候躲在里面 就不会出来 对 避暑甚地 因为它的野外 它就得那样生存 对对 所以这里呢 基本上就是也让它 这个按照 结果只看见了一个 那剩下那些藏哪 好都藏起来了 藏洞里面可能是 避暑 没有闻到肉味 这个没有闻到肉味 可能不出来 要有极大的诱惑才可以 给给给 给你吃我的腿 所以这还狼 这还是一个比较 秀气的一个小狼 小狼 对 我之前还抱过狼 狼崽子 对 那肯定是狼崽子 我自己会有一个 那个 有一个这个平台的头像 就是这个小狼 两三年了 我都不舍得换头像 是我抱着它 就在这里拍的照 背景是我的这个 我们这个师弟 我觉得那是我 目前为止 人生中最美的一张照 那个狼应该长大了 对 现在长大了 不敢摸了 还有 你看这里的 我们叫金刚星星 在这里 在这里 对对对 它像一个金刚 是吗 我就觉得它是 这个我们当初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 它这是它的一个右前肢 处着我们这个 对 左前肢搂着我的亚丹 然后它的两个眼睛 深凹的凹陷进去的 两个眼睛 那个是自然形成 对 很多人说是 刨子吗 我说这个我也够不着 不是不是 纯天然 这就是大自然赋予 这里的 刚才我们说 为什么叫幸福之城 真的我就觉得 大自然也在馈赠这里 这里有很多很奇特的 包括你看 那上面都有一些 还有些鸟窝 鸟窝 垒了好多的树枝 对 那个 脸上好像有个鹰 对 下面这个是鹰 好像是个鹰在那 是 对 你们能拍到吗 下面斜坡是个鹰 最上面是一个鸽子 这个笋还是个鹰 我还看不清这会儿 应该是个笋 像是个笋 没有鹰那么大好像 我来放大看一下 对 然后旁边是有些小鸽子 是 大家能看到这是 对 应该是个鹰 是个鹰吗 你看 像个鹰的这种 鹰头的形状 对 这应该是笋 鹰比这 我感觉它像红笋 红笋 是我们以前救助过的 那种的一个红笋 你看这老多鸽子了 这一个 那一个 那边 头上还有一个 回念还能和谐共处 现在还没打起来 他应该现在吃饱了 饿了 开始工作了 都在看风景的 他们三个现在在互相 判断谁先动手 他动手 我往哪藏 这些是处于心理战状 就是谁先跑 把他引走 对对 这样是应该 这样老师 那个笋 它的窝也在这附近吗 还是说笋的窝在另外的地方 我们其实在木战道 还有一些会做一些招音架 还有这些笋的猛青类 它生活的这个区域和这个鸟窝 和它这些鸽子类的 还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是在岩壁上的 有一些 他会就会专门做一个 我觉得像那个大的 那可能像笋窝吧 有点像 因为鸽子窝一般没有那么大 而且今年那个地方 才有这个窝 去年的时候那里还没有 而且还很大 对 一般鸽子窝没有那么大 但你看那个旁边 还握了一只小鸽子 比较体型小一点的 对对对 现在我们这个季节看到是鸽子 在每年的四五月份 候鸟飞回来的时候 我见到最奇特的就是 在咱们山顶上 见到两只赤麻鸭 赤麻鸭 对我们说赤麻鸭 对前面说都在试地 但实际我们这还不是 它竟然就是在 我们的这个山顶上 然后呢 这个赤麻鸭 因为这个春天 它就是我们在求偶期嘛 求偶期我们就很明显看到 有一只毛丝很漂亮的赤麻鸭 就会在另一个 就毛丝很普通的赤麻鸭 旁边蹲在旁边 你的鸽子飞起来 对 就有一个鸽群在这里 然后它就会晃动它的尾巴 展示它的羽毛 对 就像我们其实说孔雀 见到心爱的孔雀的时候 才会开瓶一样 见到漂亮的人才会开瓶一样 我们那个赤麻鸭 也是这种状态 所以说人为乐曲者容 孔雀也一样 麻鸭也一样 是 在爱的人面前就 所以我觉得 很有意思了 我们在这个前面 这个标识排着 可以暂停一下 这个刚才给您介绍到的 您往哪里看 就是比较矮的这个山体 这个白色的山体 我们当初最先发现了 它像一个尸身人面 像到侧面 对吗 对 但是后面我们还发现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 因为这条谷呢 它正好掉下来那一块 形成了一个尸身人面 特别像 但后面呢 我们因为这条谷 它叫狼谷 有一个传说 就本地的一个传说 民间传说 就说孩子 这个牧民转场 经过这里的时候 我们看到 我的阿德泰 那个电视剧里面 也去讲这个 他转场会经过湖边 在家里休憩 然后就补充粮草 那在这转场过程中 有一个他的孩子丢失了 就走失了 后面是被狼养大 那他妈妈在这过程中 就会一直在说 哎呀 什么孩子赶快回来吧 在祈祷祈福 所以呢 他其实也像我们 一个妇女 一个妈妈戴着头巾 然后就说 哎呀孩子呀 你早点回到我们的身边吧 这是第二种 那第三种呢 他其实还有一个 刚才说到 和人的性格也有关系 黑龙江的艺术家们 来到这儿 告诉我 说小雪你看啊 我们把这个整体这样去看 像不像一个狮子 张开了大嘴 所以叫狮孝成天 我说这也可能和他们那里 就比较豁达 豪爽的性格有关 狮子头的上恶和下恶 对对 张开了大嘴 那我们江浙户的客人 来了以后 又又告诉我说 哎呀 你看如果说 我们把这个尖 当做一个是 这个一个 一个动物的嘴巴的汗 像不像 金蝉望月 又像一个金蝉 的汉聚在这里 他们整天喝茶泡的 那个冲茶 对对对 茶丑 就像一个金蝉望月一样 确实你从这个角度 看得特别像 对 所以我们就说 哎呀 大家每个人的 站的角度不一样 看到了亚丹 同一个身体 就可以有四种的 这个形态出现 哎呀 这样一看 这个像是一个心理学测试 看这个什么样性格 一下就暴露出来了 也就是希望什么 对 所以我们也是很欢迎 就很多的游客 来到这里的时候 能够从他的视角 来发现不一样的美 所以我们一般走到这的时候 就视野一下就开阔了 其实我们面前 这个还是我们的小孩子 小孩子 跟那个大人没连吗 是连在一起的 这就是我们大海子 乌龙谷河的入口 乌龙谷河从这里流进来 就刚才看到湿地 转了一个弯 然后从一个 大公里长的 库尔嘎特河 流到了我们的大海子 这个水的主要来源 就是雪山溶水 对 是我们的乌龙谷河 乌龙谷河的水 从我们刚才您说雪山 从我们的阿尔泰山 从青河 从青河县 我们的青河县 大青河小青河 然后汇聚 还有布尔根河 汇成了乌龙谷河 流进我们的青河县 富云县 来到我们的福海县 最终这里是它的归宿 就流到这里 形成了这片湖泊 那我们现在叫的小孩子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面 应该是湖水 到冬天的时候 其实这里就已经是一片 这个冰面了 这儿的冰 冬天冰有多高 鸡血30厘米 冰的厚度 在元月份的时候 能达到一米厚 人在上面走的没问题 越野车上面飘移 开车也没问题 很爽吧 越野比赛在这 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 我们在特别 咱们新疆 或者说在咱们全国 有我们有一大东部节 除了茶干湖之外 还有一个就在我们的乌龙谷湖 就在这里 东部 冬季大拉网 目前呢 我们整个湖泊 其实这里以前 我们这里本身就雨很多 在历史上最多的时候 一往就能打出83吨的雨 83吨 83吨 不是83斤 83吨 到时候我们有机会 等你们东部 说我们再来看看 一定 那就一定要约好 在一月的中夏旬 因为非常的壮观 然后在现在呢 我们的东部节 它还不仅仅是 光是我们的这个 东部拉网展示了 因为在冰面上 就是那种凿的冰眼 我给你凿冰眼 你可以体现一下拉网 你应该体现拉网 然后再去找一 找一个头鱼 这个这一网中的头鱼 头鱼 嗯 头鱼 我们的头鱼是有讲究 头鱼呢 就是我们东部大拉网中 这一网中 老师我们要不然稍微慢一点 我害怕老师 觉得安全的心 因为这个地方不太 那个啥 我们的那个 这一网中打出来 应该说的是 体重最重的鲤鱼 才是我们的头鱼 啊 这可能是鲤鱼 对鲤呢 在咱们中华传统文化中 是代表的吉祥如意 对 鲤越龙门 越来越好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选的头鱼 握冰球鲤 对 感笑的故事 目前我们最重的头鱼啊 已经是 呃 19公斤 30来斤啊 对 对 38斤 对 这讲多少年 都说公斤 嗯 拍卖得的价格是 55万8888元 哎呀 但是像我们啊 我们就说 我买不起头鱼 我可以摸头鱼 沾福气啊 所以我们特别喜欢 在这个大拉网的时候 聚集很多人 就是我不一定是去 这个 去去去 去买这个头鱼 但我可以摸头鱼 沾福气 嗯 所以我们头鱼拍下来以后 我们的这个 有的这个拍下来的企业 或者一些商家 就会 头鱼挂在那儿 也是给大家分享 啊 分享福气 所以这就是 摸一下 5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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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传回了36万 谢谢 谢谢 所以啊 所以我们说 我们这个 这么多人 谢谢 哦 好多就 很喜欢老师的人 我刚刚讲的 6.5万的福海 你的粉丝 不夸张吧 哎呀 所以我们都非常喜欢你 真的 所以刚才 我走路姿势有点怪 是因为这两天骑马 然后腿酸 那您要不要再骑个骆驼 再改善一下 哎 那骑个骆驼 本来说今天没有马 心不开难过 好的 有马 有骆驼 因为我们是 中国驼乃之都 所以呢 我们有很多的骆驼 那一会儿 咱骑上骆驼 走一段呗 可以感受一下 真的 咱骆驼骑回去 而且您知道 为什么骆驼在这儿出现 而且我们福海最奇特的景观 叫骆驼与海鸥同框 就是骆驼在沙漠里面 但是在我们 我们这里有很多海鸥 就比较奇特了 这有马啊 你看 马和骆驼都有 他们见我 没给我拿 我那靴子 没事 他马小 他浪小 对 对 他这儿 我们因为是主要有一些 当地的 还有给游客去骑验的 所以要 好像你骑的马 都是一米七的高的马 我看到了 您的那个发的 那个宣传巨照 超级帅 特别帅 我那会儿想 这儿可以多讲一会儿 何老师一直帅 不管是什么 骑马还是干嘛 我们可以看一下 谢谢 这是我们本地一个马 谢谢 老师你在这儿能看到吗 您看到那儿有一个 比较高的山体吗 对 最高的山体 就下围 下围比较宽的这个 我们说他像一个弥勒 像一个大度弥勒佛 坐在那儿 背靠着我们浮海 我们叫弥勒守福 对 这也是这个大自然给的 但是我们在换一个角度 去看的时候 又像孔夫子在读书 这是我们说 亚丹的千姿百态 大自然的归附神功 就是这样 这个湖上风平常很小 是吧 没到有风 我们说实话 你来了以后 这个风一下就小了 早上的时候 我还在想这船呢 我能出去 因为早上还在四五级的风 我们四级风是不出船的 结果怎么这个看的时候 到你来的时候 下风平浪静了 就是应该让您去体验这个 就应该去体验 我们把九生衣穿一下 比较以前所有的外场 他们不管天气怎么样 他们说等雨会来 穿哪个 这个干净衣 我觉得这个好一点 你看大手 可以可以可以 应该可以 身材标准哪个都可以穿 哎呀 哎呀 那个我怎么 我找不到 找不到手了 好 看看啊 这样的 对 是我是我那个啥了 是我太胖了 不要互相伤害啊 不要自己伤害自己啊 对 我 我 这不对 应该 对 伤害 我交给您了 您说 我们说说沙漫 傍晚飘到边去 行吧 既然大家都有救生意 也不要 对 不要紧张 昨天起码 今天开船 海陆空应该说 站起两样了 哎呀 真的 在新疆什么都体验了 对 真实啊 大美新疆各种体验 湖面有说 一千多 是这样 我们这个小孩子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块 是一百七十四平方公里 加上我们的大孩子 一千零三十五平方公里 嗯 就是我们说 相当于香港大概是一个行政区 还有 这面就很大 就这个大孩子 加小孩子 对 因为它是连在一起的 叫无人谷服 总共的面积 跟一个香港大小一样 对 就非常大 所以有朋友说 哎呀 余辉去新疆 我要去看 然后一发现 离他家还有一千多 对 然后我从西安到那 也就一千多 对 就是那种感觉 对 我去看到 昨天说 我也在新疆 为什么没有见到余辉老师 你先告诉你 新疆在哪里 新疆很大很大 我们现在上这个船 上这个船 从那里 这边起 我们刚弹唱 那个老师没来 是吧 弹唱的老师 他在那个 正把头上坐着呢 老师 我们需要教一下他来吗 我们一会在湖上 可以弹弹弹弹琴 唱唱歌的 行行行 那我们刚 看他腿方便不 应该可以 对 我刚刚不是听说 他腿才刚好 谢谢 我们在湖上 我感觉 他们听着那样的歌声 可能会更加 放松 悠扬一些 这水还是挺清澈的 对 我教我们学鸟 教 我们师傅 我们稍等一下 等等我们刚才 那个 谈唱的老师 老师你坐哪里 看风景好一点 这就可以 我又害怕把你挤出镜头 我又害怕你看不到风景 哎呀别客气 没事没事 我们这就是 你看这飞着好多 这小燕子 帅性而为 这上面都是叫沙燕 沙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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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在沙子里 在我们峭壁上 就不去人家的房间底下 对对对 全在峭壁上面 而且这里有一些水草呀 虫子呀 在这里 那他们到了秋天 也就飞走了 对是 秋天他也走 就飞到 我来拿吧 要过冬的地方了 东布拉 东布拉 要不要即兴 弹唱一首 即兴 发坏一首 哈哈哈哈 自己这样 本来大家对这个音乐有着 因为这个乐器 我都无限美好的下 我弹完之后 大家放弃了 哦 我们大家 出去吧 我们等一会哈 还有一位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二位嘉宾 咱们一会儿一起嘛 就不要太快了啊 咱们稍微慢一点走 谢谢 空前 上面面 我来 我拿了 他还要用 好 大哥您慢点啊 哎 哎 哇 哎 好 好 分进去 来来来 谢谢 谢谢 邀请您跟我们一起去做团 来 好好 谢谢 慢点啊 您还可以唱一唱歌 可以 对 这样大家就对这个湖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好 你坐这儿可以吗 可以 哎呀 你们小的时候在这湖上划船吗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穿 我们就我们自己都 那个就是很旁边就是 在湖 抓鱼抓鱼 哇 那个时候的鱼 躲得很 躲得很 啊 对 就是刚才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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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 那边 那边的鱼那个那个 那个他 打水的老人家来的时候 他捅东西都可以抓住 啊 用水捅都可以抓 对 就打水 真的是 现在是我们小时候 课本人听的 那帮我们打 刨子瓢鱼 对 对 是不是 新疆版 新疆版 开搞鱼 是 所以说我们小的时候 家里就是有种菜地啊 种地的时候 嗯 往往突然浇水 浇浇浇 哎 没水了 嗯 后面顺着上去 哪有人堵水口子 就是因为鱼太大了 堵在这个口子上 哎 手挡住了 鱼了 谁堵住了 鱼太多了 鱼把水堵住了 哈哈 对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看历史的照片的时候 满地都是鱼 那个鱼王一放了以后 早上的时候你捡不到 嗯 那个 两半能吸进去那个摩托 嗯 你可以看到 那个王都捡不到 王都捡不到 你一过去了 你一过去的话拉不出来 那个 鱼太多了 啊 鱼太多了 嗯 最后 那个旁边的那个 那个游人嘛 你都叫过来以后 最后你慢慢就 就拉出去 要不然你拉一个人了 把他牵上来是吧 嗯 呵呵 新疆朋友说 请你吃一下当地的特长 啥呀 鱼 呵呵 呵呵 大家没想到哈 我们的冷水鱼 都没有想到 冷水鱼 这个这个水里 底下那个冬天 打冰的那个 冰蒜 那个那个 那个躲得很 这个里头 啊 那个里头 底下躲得很 底下 嗯 以前我用的时候 嗯 有些人 等了以后 直接下去 掉下去了 我冬天 嗯 冰打掉以后 你看 你盖住 一看一会 电视一样 你底下的都可以看到吗 啊 一结冰 上面 看得见 那边是一样 冰 比你一会一段 打掉 打过来以后 你一看 你头头都盖住 盖住以后 底下看电视一样 哦呦 海底世界 对水很清澈 所以透过冰的 他从那个冰眼 就可以看到底下 所有的鱼的行动的轨迹 嗯 冰像玻璃一样透亮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个冰到冬天 很多人说这叫蓝冰 蓝冰 啊对 我拿手机拍的时候 自动就会 嗯 感觉自在滤镜一样 就是宝蓝色 就是海蓝宝石那个颜色 就非常漂亮 它还有一个原因 如果是晴天啊 再反着蓝天的颜色 啊对对对 水就会更蓝 是 所以大家很多时候看水颜色 跟天气有关 嗯 我们小的时候害怕狗鱼 狗鱼咬人吗 狗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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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您昨天吃那个 你咬人 对对 那个打得 哦 那个打得 有一次一个 群天的时候可能抓鱼的人 嗯 群天的时候出来了一个 那个 狗鱼 那个人的这个 腿这个地方都骑进去了 他偷偷在这儿电汤了 他就 他有人也死了 那个 鱼也死了 群天的时候出来了 哦呦 哦 那是 他指的是狗鱼比较大 嗯 狗鱼大 狗鱼那个 狗鱼是吃肉的 嗯 是这个水中的霸王 他只吃肉 哦 而且很厉害 吃肉 他那个人可能 对 他抓鱼的时候 可能不小心 不小心 可能 里头死掉了吗 怎么回事 最后吃了 可能那个 哎呦 哎呀 这很 对对 就充分说明了 这只鱼 这只鱼 攻击挺强啊 对 对 他 所以他 我们没说 他身上的肉是蒜瓣肉 嗯 因为他是个游泳健长 嗯 不停的在游 而且这个很潮浓 对 他应该 善于追紧 他瞬间爆发力 哦 很强 对对对 所以他的身上肉紧实 我小的时候 弄的时候 真上抓那个小的 最长的 可能一米二的那样子 啊 这还是小的一米二 那个时候那个 大得多 嗯 一米二的那样子 他也 我 我一过去后 他直接就是那个 旁边的鱼都 他吃掉了 都吃掉了 对 他吃别的鱼 最后那个时候 我们不吃那个狗鱼 不吃狗鱼 不不 我们害怕就那个 太害怕了 太厉害了 最后拉出去后 那个肚子一截开 里头那么长的那么长 三个鱼 嗯 嗯 别的小鱼 三条虾小鱼 嗯 在鱼肚子里 所以现在鱼多大 那剩下鱼 相当于他没咋嚼 就别咽了 对 直接咽掉了 对对对 老师这样的湖 它这个湖身 大概会有多少 这个湖水 它我们现在这个平均水深 在这里 大概在十五六米 十五六米 这已经深十五六米了 对对 这个整个平均水深在这里 嗯 所以呢 它这个里面 我们在冬天捕鱼的时候 我们经常也在讲 我们有鱼把头吗 鱼这个下到哪 这个网啊 下多深出什么样的鱼 鱼把头说的算 嗯 然后这个鱼群生活的 这个水的深度都不一样 它有的时候 我说为它这一网出来 都是扁鱼呢 为什么这一网出来 又都是鲤鱼呢 它其实就跟它每次 下网的地域 往的深浅不一样 都是有区别的 嗯 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 一个技术啊 嗯 我们可以看到老师 在咱们身后的这个 亚丹地帽 呃 和这个湖水 就仅仅相连了 对 那我们刚刚说 它叫海上魔鬼城 除了刚才讲 它魔鬼城的名字 由来之外呢 也是因为 特别在 这个有阳光的时候 或者西洋西下 能看到整个 亚丹的山体 用倒映在咱们的湖面上 就像漂在海面上的城堡 嗯 所以它叫海上魔鬼城 对 嗯 这也是它我们说一半海水 一半是火 那个火焰 嗯 一半是仙境 一半是魔鬼 就是在这里 你们镜头可以贴着水面上 大家看见这种 波光淋淋的感觉 对 不用都拍我们 保不准咱们这个大船底下 就有一群鱼 跟着我们跑了 哎呀 是好 我跟你说过 有一次站到这个山头上 外卖来了 还不说 海的鱼说 哎呀 这自动出去了 外卖来了 哈哈哈哈 是来自北京的外卖 哈哈 我有一次站在山头上 真的就能看到那个鱼在底下游泳 特别大的鱼 就在这个后面这个山顶上 就往底下看 就在我究竟的那个水鱼 水清嘛 嗯 就能看到那个大鲤鱼 就从上面看就很大 嗯 就是有几只这样子 就来回这样游 黑影啊 嗯 不是 真正的看到鱼 能看到鱼 形状 对对 就是很实切的看到是鱼 鱼你出来啊 外卖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带你回家 哈哈哈 实在是还不一定的 搞不好咱们要带下去啊 你看我们夏天这个时间 就是坐在船上 在这感受这种游湖 去感受这个湖泊 但是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都是呃 应该说是有我们的雪地 这个全地平行飘移车 嗯 还有我们的这个冰上摩托车 嗯 还有一些这个 整个我们的越野车 在上面飘移 嗯 坐着开着我们的越野车 开着我们的雪地摩托车 来看亚代 嗯 就是很奇特的这种感受 冬天是来自飘移 对可以啊 是吧 冬天 一定要来 冬天一来以后 那个冰 我打的一会儿一看地下 我就是 很漂亮 水里世界 嗯 哈哈哈 漂亮的 我小的时候就那个团 这个团打鱼的 白天打鱼的人有嘛 他一打的一打的 上面拉出来 冰上面都是鱼嘛 嗯 结果他们拉 那个马车拿过来 就是他们拉住 嗯 结果快天黑的时候 你这个团跑过来的话 那个 那黄头上面下来的狼 都那个吃鱼的 那狼都跑过来了 啊 你吃鱼的 那他 没拉完的 那就是他一大堆一大堆 拉住了 然后一堆两种的 那样子 拿出那个帮鱼去了嘛 然后以后他直接跑过来吃那个 嗯 我那个旁边连了以后一个黑狗 有一位我自己的狗 他一看了狼以后 我的地下进去了 他又不出来 他说 哈哈哈 太怕了 他 嗯 吓跑了 嗯 狼群来了 是 哎 这狼还是可以像 像鱼的狼 啊 对对 你看我们这幸福之城嘛 狼也很幸福 冬天 狼还经常补充DHA 真是 所以聪明着来 对 他遇到都知道嘛 嗯 我那个狼 哦呦 狼不是跑 他一般那狼跑的时候 嗯 他就那个 那个 精髓一样的样子 他就速度快得很 嗯 就抢一时 他一看的时候 也是 他那个狼嘛 一个木头这样子 一个木头 你后面他站的话 你看不到 嗯 躲在木头后面 他就躲到 我那个那个 比较善于引力 嗯 明白 就我们刚才是荒漠狼嘛 你看他的整个的毛色 这些都是 对 接近一种 跟周边很相近的 这个是小孩子 对吧 对 小孩子 那平常这种船 能看到那大湖吗 这两个湖是串联的 但是目前呢 它是 我们完全不是 完全让它去通跑了 明白 嗯 然后因为 只是也是我们 后期在做 旅游线路的时候 也把整个做 大乌龙骨或景区的时候 是整个要串联在一起 因为 刚过来 开车从那旁边经过了 那是真的大 大 对 那个大 就像您刚才说 为啥不串联 因为也太远了 这一湖 再带多少个油桶 才能一直跑到那边 大海子去 太远了 从这儿到大海子 过去几十公里 我看大海子 就是我们现在到对面 这个小海子 十几公里 其实现在到湖 对面 就我正对面 是吧 都能看见 那就是十几公里 往那边走就更远了 应该是 几十公里了 去跑 而且我们 在这一块是看亚丹 真正的是 要到罗尾档里面 我们叫八百里洞庭 就是那种感觉 我每次感觉 就像在白杨店 穿梭在 就是前面的那儿 卢尾档 对对对 我们一会儿能过去吗 卢尾档 我们也可以过去感受一下 可以啊 可以去看一下 没事 不用信他们原来的录像 咱们 不用我都关掉 那我听您的 我相信您 听雨晖的 听雨晖的 老师说我们能不能再到 卢尾档里再看一下 周边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卢尾档 真的两百七一种 老师知道 我这最珍贵的鸟人 叫啥吗 白头硬尾鸭 白头硬尾鸭 就是我小的时候 你看到动画片里面 脑子最多的就是蜜老鼠和唐老鸭 白头硬尾鸭就是唐老鸭的原型 对 而且这个白头硬尾鸭 据我们这个科学家来考证 这个白头硬尾鸭 目前在咱们全国来说 可能只能在我们新疆能看到 新疆只能在阿拉泰看到 阿拉泰看到的地方 然后一个是我们的乌伦谷菇 国家实地公园 就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 可可苏里实地 就这两个地方能看到 因为这个鸭子到冬天的时候 直接就会飞到我们的 飞越印度洋 到南非那边去过冬 到春天那边 小时候我们课文上说 鸟儿飞向南方 我以为就飞到中国南方去了 对 我也一直以为是薄牙虎 对 绝对不是 飞到南非呀 是是是 我以为会飞这家呢 直接飞到了飞主 对 飞到那里 然后到 就南北半球的飞 很厉害 所以我们有说这个鸭子翅膀硬了 也挺厉害的 能飞那么远 鸭子翅膀硬了 鸭子翅膀硬了 确实能飞很远 然后所以到春天的时候 它又从我们的俄罗斯外蒙 然后进入到我们新疆乌龙谷 在这里 最早的时候只有7只 因为生态环境保护很好 到目前为止 它已经最大的种群能达到200只了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是观测 观角协会的专家去观测的 对 我可以站起来是吧 可以 可以吗 或者你到这儿 你可以扶着 我更觉得可以 就看 我扶着就行 我就想看一下 我能不能看见鱼 看有没有鱼群跟着我们 是吧 对 我给它送外卖的 它来啊 狗鱼你来啊 你上来啊 你过来啊 你给它送个肉绳 把腿啊 什么啊 这样子 闻闻味儿 闻香味儿 对 新建权时代的一次来了以后 他们看不到那个白天鹅 嗯 然后我跟我们公公旁边让我唱歌一会儿 两个白天鹅我到后面来那个团 他们高兴快乐 啊老师说就是呃有世界上老师来拍 想拍天鹅 但是那会儿没有 走不对 然后让他唱一首歌 然后有两天天就飞了 哈哈哈哈 欢迎那首歌吧 你当时唱的啥歌啊 唱的啥那会儿 那是我自己做的一个 我自己做的一个 还记得吗 现在 那个唱 不过我那个 一般 白天鹅你听着啊 哈哈 白天鹅这个 即便可能不多 那个龙姑虎那个多 龙姑虎多 大海子那边多 无人机可以牵牵护面啊 这个也是一个富饶的家乡 一样这个 不过这个是爱情 你的家乡很漂亮吗 他的意思就是 老师问你家乡很漂亮吗 这个漂亮 漂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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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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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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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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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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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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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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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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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